好 再帶您看到瑞翠國小棒球隊拿下了花蓮縣的運彩杯冠軍 成為現代表隊主訓的隊伍 表現是相當的亮眼 那麼鄉公所除了依照GEO獎勵辦法頒發4000元的獎勵金之外 鄉長陳敬光中午的時候更自掏腰包舉辦了一場慶功宴 邀請選手以及教練來吃牛排大餐以此鼓勵 小選手們感謝也非常的開心享用美食 中午12點不到瑞翠鄉長陳敬光秘書簡芳榮 早已在店內恭候冠軍選手們的大驾光臨 這套腰包的鄉長陳敬光除了是辦這場慶功宴來恭賀 更要好好犒賞每一位選手在這一次花蓮運彩杯棒球比賽中奪冠的辛勞 鄉長上任以後對於我們學校的學生只要是參加現運以上的任何競賽 得到前三名的都會給予獎勵 就利用這個機會來給大家做一個便餐來給大家一個獎勵 希望我們繼續的努力在教練的帶領之下好好發揮 即便鄉公所制定了獎勵辦法以頒發拿下現賽冠軍的瑞翠國小棒球隊4000元的獎勵金 但考量到一支球隊人數眾多 因此鄉長陳敬光特別自掏腰包邀請選手們及教練團隊吃牛排大餐一致鼓勵 小小選手們感謝也開心享用美食 不只華麗縣運彩杯冠軍瑞翠國小校長董真卿表示 這學期瑞翠國小棒球隊就分別拿下兩次現賽的冠軍 除了感謝球隊小選手們的努力 更感謝教練家長會以及鄉公所的支持 這一次也拿到威力彩杯的代表權主訓學校 那希望我們這一批小朋友能夠繼續的加油拿到更好的成績 那最後再次感謝鄉長對我們體育團隊的支持 以及我們家長會對棒球隊的支持 看著小選手們吃得開心又滿足鄉長陳敬光也感到欣慰 並表示未來不論體育運動賽事還是一文競賽 只要參加現賽拿下好成績者 鄉公所都會依照訂定的獎勵辦法來加冕參賽選手 鼓勵瑞翠鄉等每一位孩子在接再厲 努力突破自我 記者是玉蘭瑞翠採訪報導 畫面其他人比較好 記者有盡頭